大家好,我是Fishman的小特 眾所周知P有個可怕死亡Flag 那就是唱歌的角色必死 於是為了超渡他們 今天就再來分享四星最愛歌單插入曲片 還沒看過四星最愛歌單OP&ED的 可以右上角前往喔 第10名 辛老 叛聽久直歌 基本上跟通常角色比較多的OP&ED不同 插入曲大部分都是角色歌 雖然你也知道詛咒效率也就 呃哼 我們懷念他 你懷念你 但反正這首送叛天酒上落的主題曲還是不錯的 這首歌開頭又帶點古早味的薩克斯風的演奏 有那種很經典的年代感 像趙世銘的或是金少爺的主題曲 都有類似的風格 一瞬間讓人再次想起 沒錯我們是在看布袋戲啊 戰民曲我最有感覺的 其實就是八加九的兄弟線 這首歌名字叫做辛老 顧敏思義 反映了叛天酒多年自求一片沙洲 沉浸在賦罪中無可自拔的洗淨 歌詞中像是 昨日糊塗留下今日的情處 只是糟蹋了當初 人在旅途用心問路 人地生疏 專一也天黑 很好描述叛天酒年輕時 才當美女仙人跳舟見色旺格 輕輕說八老哥也通了不堪力士 事後他對自己的這段過去試圖賭罪 卻又不知從何開始 只能每天躲在涼亭裡捏捏土 這樣捏出當年 被他弄丟的兄弟對背的氣壤景象 原本是我不太喜歡這種一直跳出來打歌的行為的啦 但這首歌我大概是成功被洗腦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其實是 現代的男孩子 拜託真的照顧一下自己 尤其是在霹靂宇宙中 有絕對百分之百一發入魂的不面定力 無論是不滿30歲的少年 還是老夫老妻一一淪陷 一旦慘遭仙人跳親得出人命 奏則連你老哥親目號的人命 也會一起活力氣 非常可怕的 第九名 林志玲 林志玲之歌 這首歌相對其他正經角色的歌 就搞笑得多 誰叫林志玲從名字聽得出來 他本來就是個搞笑的傢伙 話說林志玲雖然看起來 可能是霹靂所有的暴力到失蹤最美容的 但他其實是到我們登道岸的語言 近五幻是他的詩屬 這兩女中是他的獅子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小屁還充實飄樂 直接趕快開場唱歌了 他這首歌也只能說有點啼笑解肥 什麼道不再生有我則靈 天靈靈地靈靈 心潛城靈自靈 後面跟他老頭之前輩 星天師的歌很像是怎麼回事 我都不知道把他們兩個相提並論是誰該哭 這首歌裡面出現的神秘是各種大雜燴 又是媽祖觀音三星祖師 萬母娘娘三太子 反正大概是誰靈就拜什麼 完美反映了台灣人的民族性 就非常的林志玲 反正就是挺鬧聽可愛的這首歌 再加上每次林志玲唱這首歌的時候 都愛做蠢事 更準備僵尸追 施法失敗之類的 就更鬧了 大概也是一音詞讓林志玲 可能成為今天唱歌的人中 少數從頭到晚沒死過的 欸不對其實是有 而是他在出生的時候就死過了 反正大概是編劇們 然後再怎麼喪心病狂 也不敢對一個小朋友下手吧 善宅善宅 第八名 等待 飄滅月之歌 這首歌詐聽成是非常常見的那種情歌 在結合的劇情就會發現 裡面出乎說都是在飄滅月三條件的暗示和描寫 他說飄滅月算是一個一直對我來說 很特別的女角 其實我說不上我特別喜歡她 但她也許是我最佩服的女角之一 這首等待完美的串起了 這場紅紅烈烈的三角虐戀 出生如門的飄滅月 愛上了佛紅的雀神絲 但雀神絲是個和尚 更不可能愛她 副歌不斷重複 等待等待等你再回來 等待何時何年 痴心不再等待 是飄滅月前期的卑微求愛 不過歌詞也已經暗示了 飄滅月知道這場愛情終無結果 流水無情花開過幾年 雖然她一般痴心到底的女主不同 飄滅月這朵花不敢開個雞百年 只為等待一個永遠不會回頭的人 於是為了治療她被廢度五賣 她最終決定嫁給了一直暗戀她的備胎 鹿米鳳 從此這首等待的竹魚和獸魚就徹底變了 飄滅月一直在等待雀神寺迷途直返 卻不見身後的鹿米鳳 同樣一直等待她從無骨的愛戀迷途直返 甚至到了後來 鹿米鳳因為用自己的五賣救了飄滅月 從此癱瘓 這個等待更變成了臥冰戰床的鹿米鳳 每天只能交集等待妻子從戰床回歸 可以說乍看就是很一般的情歌 但根據劇情 不同時期竟然還能開出不同意思 只能說還是挺有味道的一首歌 第七名 鳳田逍遙 天際和駒田之歌 話說鳳田逍遙這兩個胡鬧的人 其實有非常多首主題曲 但這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這首 這首歌最好笑的是 它是一首打破第四面場的歌 沒錯設定上這首歌 這真的就是天際和駒田之兩個中日少年 年輕詞親手寫出來的歌 劇中正在演過他們兩個 到底是如何創作出這首歌的秘形 例如說鳳田逍遙第一句歌詞 天地蒼茫 這句歌詞其實天際寫詞的時候 隨便想說 啊今天天氣一陰的 不然我們第一句就叫天色迷蒙算了 要不要這麼隨便 莫名詳細的小說胡白作文 應付老師的我 這就能理解這首歌很多略顯中愛的歌詞 例如說神域正法正義 鳳田逍遙 只願攜手江湖 浪起天地 最緊招 外面的繁衍兩個少年的重人和意氣風發 就老了絕不停看到當時的自己 可能會當場射死 那至於你說為什麼沒有同類型的最寒江上榜 除了就是我實在是不忍心看平常都鼻孔看的一起行 為了她的好基友這麼此時外 別說之前PT還直接官方出找過 此時依依行 再也淹缺不了微心的衝動 讓秀幾分 輸的啊 另外 嗯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最喊強是騙委屈啊 啊哈哈 第六名 這首歌其實算是逆神情皇共同擁有的主題曲 話說雖然這段奇劫劇情稍稍偏弱 但個人其實還是滿喜歡逆神情皇這個設定的 也就是PT武林上的七個實力強大 又超越神四 括號 換言之就是必須要至少死而復生一次 對大家所組成的七人男子團體 共同對抗武林上的諸神黃昏 又這種極大層的感覺 並且要求一定要死而復生這個設定 莫名讓人覺得有點地獄 但這首歌最利用印象深刻的 大概是他的曲風屬於非常史詩染戲 如果用日本動漫用語 大概就是莫名有幾分哲也紅痴的感覺 其中副歌歌詞寫道 八刀山 納劍海 過客不留行蹤 拼除和漢戒 神舟粗英豪 分身真的讓人雞皮疙瘩掉滿地 更是真的很喜歡這種 因為大家不用爭翻位主次 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的佔有神態 特別是霹靂前不久 特別為神舟英豪做的一支MV 把所有內神奇皇軍 劇情的片段宣傳的愛戲 造成一個混解MV 還是挺然的啦 第五名 千秋武傷 黃劍孤城之歌 話說有些上榜的歌可能有劇情加成 但我喜歡這首歌的原因 竟然就單純是因為這首歌 本身的編曲和甜詞很有趣 這首黃劍孤城的主題曲 可能是反映黃劍飄還的將軍形象 是一首非常燃戲的曲子 最特別的大概是 它竟然是中台語混合 寧願以為是國語歌 結果聽著聽著話出現了台語 並且草流程度不出逼的Hero 甚至這首歌當初心悟的地方 是特別結合類似戲像的特殊唱腔 是讓這首歌成了一般煩人如臥 根本唱不上去的神仙曲目 但那特殊程度 就認得排上霹靂所有歌曲的非常前面 歌詞中 甚至沉重的鐵衣征戰天下 放眼江山來 千秋武武傷 幾度不歸人 等也初初充滿了邊關將士的豪情血性 本的霹靂霞房最讓人記住的 大概就是歌都還是不錯的 其實《黃劍明記》也都有非常多首歌 不過這首千秋武傷 還是最有記憶點我也最喜歡的 第四名 《孤走》 《雲望鬼之歌》 這首歌背後其實有個非常悲哨的故事 那就是這首歌的擁有者雲望鬼 結果因為唱的這首歌 趁著同個時代如刀士山雲中 唯一身體的那一個 充分為我們展現了唱歌的魔力 現在不敢要排個第四名 說不過去對吧呵呵 不過他留下這首《孤走》都半是值得的 這首歌從前奏到曲調 聽起來都非常的歡樂 再半出雲望鬼這個人歡樂胡鬧的個性 這樣整首歌就更鬧了 甚至先謀大結局的時候 官方安折也讓德風鼓到全體 一起借著這首歌唱歌跳舞 非常胡鬧 仍然其實細看這首歌的歌詞 卻是瀟灑中自帶一點傷感 笑豪情不解溫柔 富品聲一見不秀 自在而遙游 踏遍千山又何求 如同雲望龜這個人和孤周這首歌的意境影樣 無欠無掛 瀟灑而行 那關前路是不是刀山火海 莫名非常灑脫 只有有一句歌詞 未曾失去只能真正的擁有 莫名到處了雲望龜這一生的心酸 為了帶給我們一首有趣的歌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真是太感動了嗚嗚嗚嗚 不把這首歌收藏起來說得過去嗎 第三名 我 劍鎖俠俠俞之歌 話說我們陸君的小滴劍鎖俠俠俞 在這場名曲重出江湖 其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為了帶來這首主題曲回歸 聲溜我行 當時聽到前奏的時候想說 天啊要是哪個賢命長的傢伙來招式 電影機你看 阿是死而復生一次的劍鎖俠俠俞 好吧 失禁失禁 話說這首歌最爆笑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就是 我想要唱歌 最後就要這麼死白你 就使電電這首歌 非常劍鎖鐵的調性 這整首歌都速度充滿劍鎖俠俠俠俠的口頭禪 例如說我不准這個 我不准那個 我又不准那個 我不准你見瞎點 我可不准你見瞎白 還有什麼用劍講話大聲 就非常的劍鎖俠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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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 看来既忘缘和太医隆熙的自义式教育还是有勤奔作用的 只是太感动了 第二名 铅华梦 铅铅和北迷风举之歌 话说不少情侣都有自己的情侣主题一曲 但真的这么多情侣歌中 致敬我最爱的还是这兽 话说早就提过 这次乱伤靠我心的曲折的虐恋 连这种原本看起来好像单纯的浪漫格序 现在回看都能细时即恐的发现 虽说其实早就隐藏在歌词中的细节 让人忍不住背极发凉 这首歌与女生演唱 代表的是以女主名哼音的角度 诉说她的情意 谁用歌词提到 喷尘去路 望君斩红韵 当初看不懂 现在再看实际开始暗示了 这个男人爱美人 但更爱讲闪 看似身体健全 好像掌握感情主创权的铅合影 其实从一开始爱得很卑微 另外副歌一句故人无形 你以为要结流水无情 仍然却是流水游人清纯 也说明这段感情的复处 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 望连爱铭合影 绝对没有铭合影爱她的多 定人天天剧歌词 谢见千华祝福一切抗顺 随风而去 纷纷寸寸寸是温柔魂 再次回扣标题 这段感情只是一场存在12楼中的幻梦 美好但不长就 终于一天会消失 啊好悲伤 总之真的细思极控 又温柔想把观众骗进来杀 竟然这是霹雳最可怕的首歌啊 第一名 百夫君歌 魔君悲壮许 之前夜良曲的一帝纳吉就有上榜 但个人最喜欢的 其实是这首百夫君歌 又是君歌是悲壮许 顾名思义这是一首非常凄惨的歌 我现在光是听到这首歌 都不用看到画面都能酷得稀里哗啦 这首歌初见的背景 是当他花产底涮领了魔君屋中底记 全军被感激的对魔族体质有害的夜良一代 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之际 词词词想起的这首君歌是七弟士气 通通这次魔族英勇负责最后骄傲 话说在剧中看的时候没注意听歌词 但这首百夫君歌的歌词其实挺可怕的 第一句就是 壮士去也该当百夫 果是而还该当百夫 可以说是颇为震撼 设定上这首歌 其实并不是他花产底自在所创 而是在魔皇那个时代就有 据说在魔族中流传久远的古老神话 说当战士的先鲜染红大帝之时 就能够开除最美丽的花 虽然这个神话跟花雕族的那个 有只蝴蝶都要听到死掉的神话一样 不好意思我都听不太懂 但这首百夫君歌的确非常悲壮的 甚至天眼魔族过去遭受不共的历史 以及不甘救死无声消散的奥夫 学我素使该当百夫 不可凌辱该当百夫 一魂魄西该当百夫 寂养万事该当百夫 也就是从这首歌 就给后来的乌头将军正在巧断买下了伏壁 为天眼魔城的败王化下一个最壮烈的句点 这首振魂曲也如同乌头将军的传说一样 充至流芳百世 也是有百夫君和断命产提兄弟的壮烈 后来所有人合力只会把魔皇活下去 那句振魂不朽无垢前秋 才会如此的感动 那你最喜欢的霹靂茶路径是哪一首呢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赞个赞 也别忘记订阅小乐特 否则 哪有什么否则 我不准 我的借奏不准 也欢迎加入小乐会员 一起收看更多英俊影片哦 目前我们的小伙伴有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 掰 这首送 有绝对百分之百一发入魂的不 烧射从头到尾没死过的 但 但 但 这边 其实是有 哈哈哈哈 这就是天津安 就会天津两个就负 最寒将是骗委屈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换眼睛是必须要至少死因 最不敢要排个第四名 说不过去对吧 呵呵 不过 呵呵呵呵呵 剑说小乐之歌 呵呵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就死天津这首歌 非常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又不准那个 还有什么 虽然这个神花跟花雕組 那个有只蝴蝶掉在地上 死就死掉 喔